疑似脑膜炎案例 2015年11月12日晚上7点半 幼儿园园长致电家长 说这孩子头痛、嗜睡、流鼻血 送到医院拍X光片 医生找不出原因 猜测有可能是脑膜炎 不敢施育治疗 让家长送到大医院 园长经过家长同意后 将孩子送来原始点会所 徒卫志工正在喂孩子喝浓深姜汤 孩子一开始很抗拒不肯喝 只能用强硬的方式让孩子喝 喝了一点姜汤后 孩子感觉到比较舒服 肯自己喝姜汤了 补足内外热源后 开始按推相对应原始点 按推完继续给孩子温敷 温敷完孩子比较清醒了 前后相隔两个小时 孩子已不头痛 精神也较恢复 穿上衣服回家喽 孩子回去后 用原始点的方法 继续调理后 以完全恢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